今天是10月14號星期一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大賺 好 那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 最新的喔 算是說共軍環台軍演 在今天早上的清晨 那我就說等一下的台股 在今天啦 可能會稍微會多少受到一點影響 但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一定要知道 只要是地緣政治風險 這一定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就是說其實說 從以前到現在幾乎是沒有任何一次例外 不論說國外的 還是說國內的 烏爾戰爭 以色列戰爭 以巴戰爭等等的 所有地緣政治風險 你把週期拉長來看 它絕對都會是買點 因為說只要基本面沒有改變 趨勢沒有改變 地緣政治它就算是突發性的系統性風險 那這個東西 它一定只會影響短暫的情緒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的台股 多少可能會受到一點點的影響 畢竟說今天早上就清晨 才發生的狀況 環台軍演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期貨開盤的狀況 再來跟大家去做定論說 今天台股可能會受到多少影響 但不論怎麼樣 大家都記住一個重點 不論說影響程度是大 還是影響程度是小 只要是地緣政治所造成的賣壓 它絕對就會是買點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 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禮拜的重點 當然說這禮拜最大最大重點 就是禮拜四 以這禮拜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太重要的重點事件 因為說美國經濟數據 這禮拜沒有什麼重大的經濟數據要公布 那以整個法說會跟財報來講 也都還好 那最重要就是禮拜四 禮拜四包含說台積電 跟大力光的法說會 當然說台積電它會帶動的 這個層面就很廣了 包含說設備廠 包含說面板 包含說像是說一些先進封裝 等等的 這些都會有機會被帶動 那如果說以大力光來講 大力光在法說會上 我覺得說最重要的不是鏡頭 大力光在法說會上面 它所釋放出來的內容跟重點 我覺得這會是 瓶蓋股很關鍵的一個轉折 因為其實說近期瓶蓋股 大部分都不好 那瓶蓋股都不好的情況之下 它就大力光法說會 如果說釋出跟iPhone銷量 或是說未來展望比較大的利多的話 它就有機會把整個瓶蓋股帶起來 所以我覺得說大力光法說會 我們要去留意的 反而是瓶蓋 而不是鏡頭這一塊 所以這部分就下去做留意 再來就是說台積電的供應鏈 會不會有提前反應的狀況 因為其實說 以台積電的供應鏈來講 從以前 因為說大家會擔心 我又會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大家會擔心說 這一次台積電法說會 會不會像上一次 還記得吧 上次台積電見到高點1080 見到高點之後 召開法說會 結果沒多久 就造成大跌 這一天嘛 見到1080之後 它就在法說會的前一週 結果台積電法說會開完 變成利多出進 ADR出現大跌 台股也出現大跌 我覺得說這一次跟上一次 就是你看現行會覺得非常相似 因為你看幾乎是一模一樣 如果說今天台積電漲 明天台積電漲 可能這一次的法說會前 又會見到1080這個價位 如果見到1080點這個價位 會不會有利多出進的情況 我覺得說這一次 可能也會利多出進 但是這一次的利多出進 跟上次的利多出進 這是不一樣的 上次的利多出進 它是直接引發出大量的賣壓 台股就這樣一路跌下來 我覺得說這一次的利多出進 它比較會變成說 股價就不動了 高檔橫盤整理 但是它下跌的空間也相對有限 很簡單 因為說上次台積電法說會 連準會還沒降息 還沒降涼嘛 所以那個時候市場還是會擔心說 美國經濟是不是會衰退 但這一次不一樣了 這一次就算台積電法說 有利多出進的狀況 但是美國連準會也已經降兩馬了 等於是說 上一次的時空背景是建立在 市場會擔心 美國經濟會衰退 2025的預估獲利會被下修 才引發的賣壓 但這一次的時空背景是建立在 美國經濟就是會軟著陸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是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只是說如果說 以我這樣操作來講 我會比較建議如果說台積電 台積電這檔股票 或是說相關的設備廠 包含說COAS 包含說檢測等等的 如果我在這禮拜四 以前有提前拉高的話 我會建議先獲利一趟 就可能說禮拜四當天 先獲利一趟 看他法說會的情況怎麼樣 我們禮拜五或下週 我們再重新把它接回來就好 我覺得說這樣會是一個風險 最低的操作手法 因為畢竟說台積電 這一段其實說真的也是漲很多了 台積電它在上禮拜五的 手法人家1045 也是即將挑戰前高 而且我覺得說以這樣子的走法來看 台積電在週四以前 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 那如果再創歷史新高 我會建議就先獲利一趟 因為畢竟說如果真的創歷史新高 我覺得 除非法說會真的釋出大力多 否則短期要再續工的機率 是比較低一點點 這部分就下去做留意 所以台積電供應鏈 我會比較建議 可以提前先獲利出場一趟 再來說族群的部分 當然就是先進封裝 先進封裝 還有CPU跟GB200 這些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先進封裝當然就是像是 至聖軍華軍豪 跟星雲彎入紅樹 這一類 包含說FPLP 還有像是COAS 它都屬於先進封裝 再來說CPU 細光子這部分就是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CPU整個族群 它都是第四季的主流之一 因為第四季本來就是 轉機股的旺季 你說CPU大部分股票都沒有營收 為什麼它在第四季會忘 因為第四季就是做夢題材 所以CPU它就很有機會 包含說GB200 因為也進入第四季了 GB200會陸續的開始去做出貨 所以包含說 旗紅 雙紅 紅海等等的 GB200都可以持續下去做關注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關鍵價 我這樣跟大家講 大家會覺得說23000點是一個大關卡 因為你看 就以 就以整個台股家權指數來講 23000點的位置算是說 公了兩次都沒有上公 因為說上禮拜五 上週五 指數也是上到了230011點 上公之後又再往下回跌 但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單純去看它的價量結構 23000點是沒有賣壓的 真的沒有賣壓 真正的價量結構的實質賣壓 就是你把那個價量結構拉出來看 價量結構的實質賣壓 其實是落在22900點左右 所以其實我這樣說 只要大盤 持續的站穩22900點 上方其實只剩下心理層面的賣壓 真正實質這種套牢賣壓 其實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只要持續手穩在22900 上23000點 就是時間早晚而已 隨便都要上去 只要一個心理的信心回來 早晚都要上去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的期貨 因為說這個價量結構是以上禮拜 上週五的收盤為主 那因為說今天早上又突發性的狀況 共軍環台軍演 會不會有影響到我不知道 但是說 以價量結構來看是22900跟22830 以下我們可以去做多 我會比較偏多下去做看待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期貨開盤 看期貨開盤狀況怎麼樣 再來告訴大家 總之說今天兩個支撐點 都是900跟830 我都會比較偏多去做 所以給大家去做參考 好啦我們看一下上禮拜五 美股的狀況 上週五其實有公佈 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 那生產者物價指數是 低於市場預期 代表說美國通膨是持續在降溫 那這就是我們在上禮拜 一直跟大家強調的觀念 上一週前一週的經濟數據非常的好 包含說失業率 非農就業數據 ISM服務業指數 非常非常的好 代表說美國經濟現在是好的 那上禮拜公佈的CPI 上禮拜公佈的PPI 也都不差 CPI小幅度的高於市場預期 PPI是 小幅低於市場預期 所以其實說經過前兩週的經濟數據 通膨數據幾乎是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我們在前一週所講的結論 美國在第一世紀走路 金髮女孩的機率相當相當的高 就是通膨在下滑 經濟卻在緩步的成長 那只要說市場認定是走路金髮女孩 股市一定就是大漲反應 所以我才說其實 整個第一世紀不會到太差 就是倒置甘蔗 然後看到道琼 道琼是再度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我就說這個是還有高點可以去做期待 只是說因為在上週五的美股 相對強勢的是道琼 所以有可能今天台股相對強勢的 會比較落在內需傳產這一塊 那就是一個資金輪動的概念而已 這沒有什麼 道琼持續創高 那NASDAQ有沒有 上週有跟大家講 他早晚最快就上週 上週五 最慢就本週 NASDAQ他也會創前方的高點 只是說距離歷史新高還有一小小段距離 所以目前NASDAQ也算是位階 比較低一點的 那像SNP500在上週五 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包含說費半也是即將創前高 但是距離歷史新高 還有一小段 蠻大的一段距離 所以我覺得說最合理的狀況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美股市那指數他會有時間差 但是不可能會脫鉤 不可能說兩大指數在創高 另外兩大指數在破底 沒有這種事 所以應該說 道琼創歷史新高之後 S&P500也創歷史新高 接著 NASDAQ 是最有機會創歷史新高的 那當NASDAQ也創歷史新高之後 費半自然就會被帶上來 所以我覺得說 整體來講 費半目前的位階絕對是最低的 那也代表說台股目前向上空間還是相當的大 所以我覺得說這部分都還不錯 那我們也看一下 中國股市 其實說中國股市近期是持續的在往下回跌 包含說深圳 上陣 那甚至說恆升 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只是說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我就說 這一次因為基本上他算是說 已經講得很死了啦 我就是要撒錢救市 我就是要讓你股市上漲 所以我覺得說短期內稍微消化賣壓 稍微去做震盪 這沒有什麼問題 合理的吧 但是如果說以中長線的角度來看 波段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陸股 陸股跟港股 是還會有高點可以去做期待 因為畢竟說他的利多政策 還沒有完全釋放完畢 這個早晚會有新的利多出來 所以這一塊我還是持續的看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美國的個股 如果說以美國個股來講 有沒有 台積電的ADR 台積電的ADR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會領先台積電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在上週五也是大漲2.7% 相對都是強勢 包含像Apple 小幅度的回檔 還有像NVIDIA NVIDIA也是非常的強勢 NVIDIA回答他在上週五 也是創下短線上的新高 那我覺得說NVIDIA他距離前高140美元 也是差不了多少 在本週 我覺得說最快本週NVIDIA就有機會再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這一塊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好那我們簡單看一下國際的商品 如果說以國際商品來講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近期是非常的強勢 其實說美元指數強勢 它背後代表兩個意義 第一聯準會降息預期是越來越低 因為說聯準會降息對於美元是不利的 如果說降息預期高美元一定走跌 那當降息預期越來越低 或者說原本要降兩碼 變成市場預期變成降一碼 美元也會走強 所以基本上美元這一段的走強 第一在反映地緣政治風險 第二它就是在反映 因為美國的經濟數據太好 所以接下來降息的預期會慢慢的往下降溫 所以我就說短期之內美元 它可能是比較不會回落 因為說降息預期現在是慢慢的往下滑 美元指數這個位置 那當然說美元走強稍微都會影響到台幣 包含說台幣日幣一些亞洲貨幣 都會受到美元走強的拖累 稍微的慢慢貶值 這是合理的輪動 那我覺得說比較 就是可能比較需要去即時處理的 會是在美債這一塊 因為像是說十年期美債殖利率 是一直在創高 那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很多人都說美債相關的商品 包含說00687 或是說00679 這些 這些美債相關商品都一直在破底 那很多人說這些就是穩定穩賺的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講 如果說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它有機會漲回來 但是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說接下來美國經濟都非常的好 聯準會從原本預期今年要降四碼 變成降三碼 因為說經濟好 它就沒有大幅降起的必要 如果真的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美債的價格就還會下跌 所以很多人說 那我現在手上持有美債的相關商品 我能不能去攤品低階 其實我是不建議 因為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美國經濟數據很好 如果說繼續下去的話 美國它接下來可能真的不會降到兩碼 甚至有這種沒有降起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我是不建議下去做低階 頂多就續爆了 那爆一下黃金 黃金也是持續看多 黃金在年底前有機會上看到2800美元 這部分也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總結來講 我就是說大方向不變 大方向沒有問題 就一樣是持續再走一個多頭 那就是等到類股輪動 跟資金輪動慢慢下去做發酵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機會 提前下去卡位 第四季低位階的股票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買哪些 或者說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逢低去加碼 台積電法縮前有什麼股票可以提前佈局 歡迎利用等一下廣告時間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178 V178 下半段告訴大家 今天什麼個股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9分 台子期貨是上漲了90點左右 所以其實以目前的期貨來看 幾乎是沒有受到這種 中共軍演的消息面所影響到 所以整體來講還是算是還不錯 一樣是跳空開高 將近是100點90幾點 那只是說盤中怎麼變化 不確定 只是說就是提醒大家 只要是地緣政治風險 就不要過度去恐慌 也不要殺低 那絕對就是百分之百一點 因為沒有一次例外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一下 現在的期貨 現在期貨是上漲了83點左右 那是收在22994 那就是說 23000點沒有實質的賣壓 真正實質賣壓是在22900點 22900 所以只要22900手穩 那我覺得23000點 站上的意思其實就差不多了 它的意思就到了 所以今天的期貨當中的關鍵價 我一樣會抓在22900跟22830 這兩個價位 如果說有來到的話 我都會分兩筆 就900以下可以做多一次 22830以下可以再做多一次 這兩個價位 給大家去做參考 就是都是以偏多為主 因為上方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了 沒有什麼實質賣壓 所以撇除掉一些心理層面的賣壓 其實上檔的壓力跟上漲的速度會蠻快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個股 如果說以個股來講 台積電 我就說台積電這個時間你說還能不能買 現在絕對是不建議了啦 除非就像我講的 你說現在要買可以啊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至少要放到今年年底 或明年第一季 否則我覺得說 1050這個價位 這個沒有什麼好買的 就算給你漲到1100好了 這個空間也很小 非常小 這個幅度連5%都不到 我覺得沒必要啦 台積電可以續爆 但是空手 這個價位我不建議去做切入 再來就是2454的聯發科 聯發科也是一樣 就是說其實 四大全職股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關鍵價位 超跌價位全部都過了 台積電1000以下就超跌 聯發科1200以下就超跌 鴻海200以下就超跌 廣達280以下就超跌 但是在上週五 這四大價位全部都已經佔上去了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不論說買 鴻海聯發科還是哪一檔 只要是全職股 我覺得說短線上它的空間都不大 除非就是說 就像我講的 你要預期你要放到今年年底 或明年第一季 所以聯發科一樣 上看1400但是可能說不會到 不會這麼快到 那鴻海 我就說目前的位階也都還很低 上週五是持續收穩在200元池上 那就像我講的 只要市場持續發酵 市場熱度夠高 鴻海反應到20倍的本益比 240元 時間早晚而已 所以我覺得鴻海 上看240是沒有問題 2382的廣達 廣達最漂亮買點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280元以下 280元幾乎是它的鐵板價 上週五 最高來到284 收盤收到282 沒有錯 那我就說一樣 市場熱度慢慢的提高 廣達上300 也是時間早晚而已 給大家去參考 世大全持股 再來就是說 G2C的部分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有沒有 262467的自勝 就是說以COAS來講 COAS它在未來 它算是潛力比較大的 我認為比較會是說G2C聯盟 因為G2C聯盟 他們是互相持有股權 至勝均華跟均豪 所以他們等於是 3000公司 可以去打人家其他一間公司 不論說接單能力 還是說它從 上游到下游的這種完整性 我覺得會優於其他公司 因為你如果說單純是一間至勝 單純是一間均豪 你說要跟一些老牌的 星雲萬潤紅素來比 這絕對是沒有辦法比 但如果說他們是 三檔是一起去接單 至勝均華均豪 G2C聯盟 3000公司就一定可以 可能說超越一檔 星雲或萬潤 所以這一塊持續看好 2467的至勝 只是說有一點需要去做留意 因為說 這三檔是 互相持有股權 所以他們都是同進退 所以如果說今天均華 持續在下跌 或是說5443的均豪 持續在下跌的話 有可能 至勝或被其他兩檔拖累 這部分就會做留意 或是也有可能說 它的買盤力道很強 至勝續強 那它會把其他均華均豪一起帶上來 這也是有機會 總之 至勝創高 上週五才告訴大家 所有持股的活力 至勝 再來當然就是說 我們上週五有跟大家說 以CPI來講 因為CPI它的區塊是分成很多 包含說模組的 光纖的 收發器 等等的 像是說 我們上週才剛說 3363的上全 上全它比較偏向是做光纖這一塊 那你自己去看也知道 看這個線型你也知道說 它已經漲一大段 乖離也偏大 所以上全不用特別去追 同樣是做光纖的 就是3163的波若薇 有沒有 上週五創高 所以我就說 波若薇它的空間還很大 你這樣看 它不過就是剛剛起漲的第一根 真的就第一根而已 所以這部分持續去做留意 那再來就是GB200的部分 GB200有沒有 301切齊紅 整體位階都相當的低 這個第四季空間都很大 有沒有 空間都很大 3424的雙紅也是一樣 GB200這部分也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雙紅齊紅 或者說川湖 這個目前這個價位 也都很值得去做低階 或者說高麗也是一樣 雖然說跌了一段 但是拉回來我們一律是去找買點 那還有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雖然說它走的比較慢 但是在整地四季空間會很大 而且不要忘記了 不要覺得面板跟台積電沒有關係 台積電如果在法說釋出面板型散出型風裝 FOP、LP相關的利多 群創也會是很大的受惠者 雖然說群創在上週是連跌了三天 但是這部分一樣是持續看好 第一 產業谷底到了 第二 它有台積電設備的相關轉機性 所以3481的群創持續看好 拉回來反而可以去找一個買點 跟4961的天獄 驅動IC系列的天獄 3592的瑞鼎 這幾檔 我覺得說也都可以逢低下去做切入 所以整體來講 今天的台股 我們還是針對低位接好股票提前下去做布局 比較需要去留意的就是說盤中的一些狀況 如果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歡迎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方便 拍照 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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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麵